这是大门秒八神最快的一次 大家好 我是修修 欢迎来说看吴之辉打他的老师 也是他的师傅 秦宏的对局 秦宏打出的大门操作相当的炸裂 来看对局 给大家分享两局 本次比赛也是来自他们一个攻类手类的对局 这一波跳过去AB 怕被百合者 AB 之后也是马上拆头 AB 之后再拆头的话 这个也是复合指令 也是高手的招了 要在角落 出不来 安全压制 自己危险了 马上后撤 打得非常的有策略 又在找位置切入 有时候预示不决的话 用这个跳 跳攻击来解决 他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Round 2 Ready go 看这把 好 上岛来 哇 千冲 哎 哎 开大葵花呀 我去连射 无数波名不虚传 喂 号召 跳地之后距离远了 他马上再过来跳地再抓啊 三两下就搞晕了 哎呀呀呀 真的强啊 好 我们看大门的表现 哎 你看 这一波空防之后如果八神不动的话 蓝之山应该是不中的哈 踢到他出了一个葵花 逆向 2P的大门就多了一个逆向的则哈 然后用一个短底头的取消震死了 这一波堪称天秀啊 两套死了 大门的伤害很恐怖啊 一边戳一边往前冲 好 堵中来 打康 直接头上伏地雷阵 这个跳地打的是一个低点 喂呦 下距之后呢 也是还马上抓 破掉厉害 好 再次刚倒 这一下nice哈 拉后马上蓝之山 防不胜防啊 不死的话 下息阵 来吧 哎呀 这一波感觉是输了哈 大猪没有扑过来 然后他出了一个下 很经典的操作 这条蓝之山的感觉 好 跪过来 哎 这一波想Bug阵哈 被瘦身了 阵不到了 哎呦 这个破防来得非常的及时 反三有点难度啊 还是出不来想赌 还想赌 相杀就死 哎 没办法哈 这把反三失败了 好 等两个赞 接着看 跳一反掏下盘 又在角落 三两下又得打晕的节奏哈 继续葵花 好 哎呦 破防了 好 晕了 压制真的是无缝的哈 直接必杀 刚才说真的 大门有点可惜了哈 如果反三的话 那就真的溜了 好 跳 做地波 太远了 近的话 如果往前跳的话 很容易中这个八只女了 好 起身带抓 八神也是带抓的哈 但明显的话 打大猪牙起身不能这么来压 好 再掏下盘 再必杀 完全不给机会 完全不给机会 还掏下盘 好 三身过来没用 人家跳开了 好 转球对空 我去 好大胆了 看看这把如何 看看这把如何 来 站着 哎 连续的头上服 就要对空 有时候如果有一些大门他喜欢 头上服的话 你看得准啊 直接发波也可以 或者看得准 也可以直接跑抓 他的头上服并不是 没有责任的哈 好 头上服打钢 再来 拽过来 跳cd拍 我去 打钢 刚才贪心了 地雷震就爽了 地雷震之后的大猪 也有可能有晕点哈 好 来 我去这波 转球都被吸过来了 蓝之山的判定很快 而且非常的远啊 不太合理啊 这个蓝之山 我的人蓝之山过来了 好 伞生蓝之山漂亮 一下子就 气就没有了两颗 再震吧 哗哗 啊 受伤再抓 这一下就反三了 震死人 牛逼啊 好 视频好看 记得点赞啊 关注讯讯不会走丢